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爲在接觸超級生命密碼之後 其實自己都在外面 不管你到什麼場所都會被負能量攻 不是攻擊 就是親愛的負能量 你會感受得到 就是負能量不會攻擊我們 它重點不是攻擊 本來是我們欠人家的 它會提醒我們 只是提醒的力道大跟小 是 我想要分享一點 有一次 其實這次有兩次的經驗 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其實我到一個大姐家 然後呢 我跟她聊天聊聊 我就覺得胸很悶 我就覺得不對勁 我忍不舒服了 所以呢 在回家我做心法的時候 很奇怪哦 因為這個大姐講話 她的嘴角是會發抖的 然後我做心法的時候我就發現 那個負能量居然到我的身體裡面 它出現了 然後呢 這個負能量我就問她 你是不是那個大姐家來的 她說 對 然後呢 當然呢 為什麼我可以明顯知道是她 是那個負能量 因為我的嘴角突然會發抖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當下我也很緊張 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呢 真的很感恩太陽是你的導師 超級生命密碼的心法 真的感恩導師有這簡單的心法 我那時候就馬上呼啟 呼啟 感恩太陽是你的導師 真的那個正能量 一直把流下來 就讓這個負能量 她的心情平復 後來我可以就簡單的跟她溝通 我跟她說 現在人鬼神都要普傳超級生命密碼 你要不要一起來 如果你一起普傳 你也是會有功德的 她有把我的話聽進去 就這樣她就離開了 那當然這一件事情之後 讓我覺得 哇 這個心法好棒 他真的那個導師 真的是太棒的一位導師 後來隔一天呢 我又去一個大哥家 因為這大哥呢 他賣房子 他說請我去幫他的忙 幫他看一下 是不是能有那個姻緣 幫他介紹客戶 那我也因為 因為這個大哥是自己住 然後呢 他都沒有幫手 他的兒子兒子呢 也都就跟媽媽住 所以呢 他是一個人住在家裡 可是我當下去他家 其實我非常不舒服 我一直猛打阿欽 開始就有頭痛 很不舒服的感受 剛好我身上有帶著療癒權力 我就把這個療癒權力趕快放 放在我的胸口 放在我的頭 因為我頭已經開始頭痛了 然後呢 當我放的時候 真的有減緩那個頭痛的現象 我身體也不會那麼不舒服 當然回家我知道 這個負能量非常的多 我回家 當晚我做了刑法 我又一樣跟這個負能量溝通 我跟他說 你是不是那個大哥加萊的負能量 他也沒有回答我 可是呢 你可以感覺那個負能量非常的不開心 他的嘴角是往下的 你會覺得不開心 你怎麼跟他講話 他都不願意理你 這時候呢 我就想不行 我還是請太陽聖德導師幫忙 所以呢 那時候我又一直念 感恩太陽聖德導師 感恩太陽聖德導師 那個能量給我 你可以感受得到 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那真的是 也感恩太陽聖德導師的幫忙 也因為這樣這個負能量 他就有情緒平穩 平穩之後我就跟他繼續溝通 我說 你不能隨便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因為這樣子在這個法界不是犯法的 我說呢 這樣你是會被處罰的 那當然我也跟他溝通完之後 我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不可以回去你那邊的 就是你那裡接的朋友也跟他們說 現在呢 好好的普傳 超級生命密碼 好不好 他跟我說好 也因為這樣子 我跟他溝通完之後 他就離開了 所以呢 也因為 剛剛導讀了這一段 我就覺得非常有感覺 外面的能量廠 真的現在都是負能量居多 為什麼要來精英會 其實有時候我在家 家裡的能量廠跟在外面 其實都很多是負能量 我有時候也不想來喔 可是我後來我發現我的念頭 當我有不想不願意不要的時候 我就知道是負能量在干擾 我說不行 我一定要不管如何 我一定要來進來精英會 可是呢 當真的一進來之後 那個能量廠真的就改變我的想法囉 我就覺得整個人非常的舒服 就不會有那種不舒服 不願意不要 那種負能量的思考 所以呢 常常因為負能量 為什麼精英會這麼重要 常常我來這邊 不管你在外面肚子痛苦 一進來 就人就舒服了 所以為什麼精英會這麼重要 來這裡跟大家愛個共振 所以呢 我覺得每一次來這裡 心情都非常的好 包括我今天帶兩個兒子來 我的大兒子是很 小兒子啊 比較活潑 可是今天他竟然可以 乖乖地坐在那邊 一起跟大家共振 真的很感恩他身的導師 也感恩喔 所有大家 闖馬家人 那我們大家在這裡一起共振 我今天分享到這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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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